我可以教你如何打散了 我打赢逼神了 谢谢星河独流塔 送了一个墨镜 哎呀 48为什么斩不掉 因为如果对面出点怪 如果点大怪的话 就是他的 他又不是稳定打脸 他要打到怪上 都平均分他哪个怪上 这是真的呀 这个牌面你还怀疑吗 我打过他好几次了 他也在直播的 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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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既然抽不到地标 就弹点手牌 然后去过牌吧 大逼神 他打天梯的时候 打得很快的 他一到比赛 千万不要怀疑 不是卡了 知道吗 你这个就有一点点了 不要怀疑 真的没卡 就这个姿势保持一分钟 眼睛都不带闸的 然后你就一分钟过后 你发现怎么回事 然后他可能换了 他一开始先这样 就维持一分钟 眉头紧皱 换回来了 没卡 对吧 然后那一分钟 脑海里面就要疯狂地在想 我要如何帮他去说 这一分钟他在干什么 对面干嘛呀 这么卡的吗 不要怪我了 给你们假断法 大呀 还可以 对面可能是进化 但是我也不可能捡你图腾的 就算是进化 图腾也不厉害 万一不是进化 我血赚 我可以教你如何打仨了 我大赢逼神了 他最高战绩打到多少 我是不是可以说 我战胜过世界冠军的男人 他打过世界冠军吗 牧师 我要不要留一个公爵 我留狼人我抽到地标吗 相信自己啊 对吧 卡了吗 123 321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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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321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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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卡吧 有声音吗 直播吗 啊 有没有人啊 哇 养猪木 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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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敢送猪 我们就朋友都没得坐 我告诉你 看你22名的份上 我能加你好友的 对吧 这里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摇图腾 谁能告诉我 为啥不要图腾 唉 1-1就送了 是啊 那么问题来了 我出怪吗 那么问题来了 我这里怎么打的 我给你们几个选项 打法1硬币433 打法2下减废鱼 打法3下狼人 来123 我选择一个弹幕最多的打法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打 都觉得硬币换是最多的 是吧 433 你们这些人 就是太脏了 作为一个主播 一定要打观众 指引我的那个方法 这个我都很好 狼人给他 我小丑鱼 我减肺鱼 我要的呀 但是我也没办法 哇 这个 我内心中感觉 就是我觉得我亏了 第一次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哎呀 这个主播太装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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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波罗送的 雷鼓助威 谢谢波罗 我小绿呢 哦 谢谢 星期五送的环球旅行车 哎呀 啊 我小绿呢 啊 你这又排上传说了 厉害厉害 运气真好 但是为啥人家有地标狼人 为啥我没有啊 这就是我觉得我很不太能接受的一个 点啊 为什么人家有我没有啊 先不开雨了 下雨后我去过雨 我昨天没跟小绿闹矛盾呀 这什么鬼 小绿不来了 他这么早交一个四三五 我觉得我写传 我给他减费吧 我觉得过排鱼我有用 哟 减费也蛮好的 我给你吧 没事 拿去 下雨后六费 我直接硬币变身 不对 哦 哎 我告诉你 这个绝对是技术 留大帝吗 这么留会招暴雨吗 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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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是一个术士 我还是不能留这个大帝的 真的活不到的 啊 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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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爷 你是不是天梯第一啊 梦里一切都有 你去睡一觉 然后你就知道我天梯第一了呀 就有什么关系了 对吧 雪坡明年就不在了 明年退了 可以 来个三弓就行了 这三弓有点好 这样的话 如果我能逼他把这个buff交了 那么这里我来干嘛呢 给我个减肺鱼 expensive w 但是 还在尽嚼 不要 对 我 就是 我 法 你 我 Sunshine 他 我 看 突襲瘋怒 開了!看看 開玩笑 弟弟樹 唉呦 我把他賣了 覺得有點虧 我想攤一手 暫時這為何開不了 嗯 我覺得我風怒撞臉吧 這樣打是最激進的 去 去 好 叫Q 開玩笑 快攻 唉出出出出出 大 哈哈哈哈 屁股萨 我打獵人 以後退化有用嗎 我覺得應該沒用 不 如果 你沒魚 沒有魚 我找 魚 我找魚 的前提是 我是不是要出一條魚 對不對 這個沒毛病嗎 那我出了一條魚 铺了一条鱼,再找一个鱼,是不是就没鸽子了?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你说我这里直接换,是不是有点不做人? 但是我不换,我能干什么呢? 就虽然我挺想换它577的 主要是我这里没拍能打,你知道吗? 走好 哇,这都能闪避MAX吗? 你们一个都不去啊 我要你们有何用? 我是猎人,又来了 对不对,不想打了 我6费变身,8费再变身 随便你挂 你说它会挂冰冻吗? 不好意思啊,这个就有点素质 它会挂冰冻吗? 对不对,会不会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挂冰冻让我回来? 啊,那就算有冰冻也没用了 因为对面这个一定是一个爆炸 那我就挂机 我过牌还是要过的啊 不行就把那个鱼扔了 没假断 下游盒再弹掉一张,然后变身呀 然后点开那个第一个就是上面第一个是敬眼 我经常就是点错 给别人敬了 你别慌,我只是点错了 你看下也能说话吗,是吧 谢谢 小波罗送的一辆环球旅行车 哎呀 我的真是点错了,真的 你觉得它有冰冻吗 我们出一个小蓝去测试它的冰冻 它没有冰冻 那怎么办 那么它这一个是 那我伏笔了呀 是一个小法法 叮 那我也没有伏笔呀 对不对 这样打挺好 哎呀,我先把它这个撞了 万一是一个复活 怎么可能 搞笑 这样打也挺好的 全送掉 不让它做任务 对吧 而且我们也不触发这个爆炸 下游盒我们变身了 我们也找一个爆炸 哎,这个找什么奥秘好 我觉得找法反好 法反加 复活我不要 法反加冰冻 它手里面有一个狼人的 万一它有狼人来截我场 给它冰冻回去 可以吧 啊 对面还有四个任务 那你说对面任务做完前 我能抽到吃手手吗 怎么就一肚子坏水了 我在给你们分析 有理有据 这个局要怎么打 这个是在给你们分析 就是很多人一定会问 那么主播这一手是为什么 我就防着你们问 对吧 我就直接 就防弹幕你知道吗 一个主播的 休亚 就是防弹幕 那我一定变身了呀 这个我也不破的呀 是吧 来吧 哎呀 它没有我要那个 这怎么办 这什么东西啊 突袭 让它冰冻回去嘛 哎呀 这个冰冻有点亏 我纠结了 我还是拿冰冻吧 毒蛇针没用 这个我喜欢 强化冰霜陷阱 过 哎呀 没有要到 爆炸好 爆炸也不好 它不可能有怪踢我脸的 回去 这个回去以后是五费 它是个一费牌 对 它是个五费 嘿 加油 可惜我把433打了 有没有一种概率是 我 433留着 然后给它577偷过来 这样我就能开始摇动物伙伴了 算了 我把333打了 不是我不能 这么问候 欢乐吗 每天都很欢乐呀 今天不是削弱前最后的狂欢吗 今天我们就不要藏着掖着 最后来一来 以后你想开心都不能开心了 哎 那我们还要咬这个伙伴吗 咬伙伴让对面做任务了呀 那最后做贪 做任务我也不能怎么样 是不是 我们这里可以抽三张牌 我能挂4个 还是不重复的 你还玩吗 看看 不是你猜吧 就这个4个很好猜 因为每一个都有一个嘛 这个很好猜的 问题不大 对面的时间仿佛静止了一样 也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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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没啥能配合的 哎呀 吃又没有啊 我靠有两个214 这不能过牌的 这过牌要爆很多的 我们找吧 但就是找就 也会爆牌的 我现在觉得猎人这个技能有点好 我有点不太舍得 и 冰树 对面没 冰冷 对面没有冰冷 算了我变身了 这个我们还是不要开玩笑 雪崩也可以 我觉得变身也可以 毕竟这个局变身需要一个巴菲打出去 雪崩相对灵活一点 这个倒是真的 你们应该觉得养雪崩是吧 然后给他养大对吧 猎人能解吗 就是讲个鬼故事猎人能解 他有那个叫什么 这回合法术有剧毒 他是有机会能解的 但是好像他不带吧 我也不知道 我应该还有个冰冻对吧 毒蛇冰冻对对对 别别别这么多 解吗 还要解吗 爆炸 朋友你这么点 你是当我智障 我的英雄技能是哪六 这是当我是智障吗 他没怪能吃的呀 这是一个问题呀 他没怪呀 不不不 有个狼的呀 吃呀 这里还是要吃 有没有什么过牌之类的 对吧 过牌有没有 那个434 有 还有那个2费2-3的 那个 至于没有 不打了 chce 乐 这是 我觉得 像主播种打炉蛇 就蛮过分的 哈哈哈哈 没关系